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个大会演里面就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给同学展示他们这一年的学习成果 当中就有中国古 画剧 管乐团 武术 和非洲古 现在我们听听同学的感受和家长的意见 最困难是他要控制平衡 他教我两只脚在单车的两边 一向后移 移三步 维持意诺 很开心我女儿参加了音乐管乐团 那些老师和学生都很认真 我觉得他们很努力 很多谢那些老师 那些老师很用心教他们 我觉得他们的同学都很努力 在上个星期四呢 就举行了今年度的社制排球C生赛 那就分了老师A队和老师B队 那两队都有四社排出的精英 那最后的赛果呢 那最后的赛果呢 他由老师A队二二十七比二十五分赢了的 1989年6月4日 中国政府出动军队 武力驱散在天安门广场 绝色正座的数以万计的示威学生 因而引发众多民众死亡的惨剧 这件就是六四事件 一件至今仍未得到公平处理的事件 究竟六四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 六四前夕 人民所喊的正是反贪污 反腐化 反官党等口号 但是引发六四事件一道火线 就要讲到胡耀邦的世世了 1989年4月15日 積極支持改革的前中共总书记 胡耀邦逝世 北京大学立刻出现大批 悼念胡的大字报 学生和民众 藉着悼念胡耀邦 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要求加速中国民主的步伐 4月18日凌晨 大约六千名学生 由北京大学游行到天安门 公布要求民主 两日后 南京 上海 天津 合肥 武汉等城市 均有游行 中共声称要厌情示威者 4月21日 10万人聚集于天安门广场 公然违抗政府的清场公告 4月22日 政府举行胡耀邦追导会 100万市民 夹到宋别胡耀邦的灵灸 三名学生 在人民大会堂前 为了多个小时请愿 要求和政府对话 但是政府始终没有人出来接收请愿书 翌日 北京临时学生会联合会 号召罢课 并组织学生上街演讲 又置办报纸 但是官方的人民日报 在4月26日的社论 回应的竟然是 要其次鲜明地反对动乱 那无疑系令事件火上加油 结果就爆发了 北京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自发性大游行和大绝食 4月27日 学生发动50万人大游行 要求和政府对话 其后又有五四纪念日大游行 首次有学生意外的新闻工作者加入 5月13日 数千名学生 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 抗议政府拖延不肯对话 5日后 博物院总理李鹏 终于和学生领袖不以开戏等 举行了一次对话 但是仅是各说各话 并没有结果 5月19日 当时仍然是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 到天安门广场 劝学生停止绝食 声泪俱下 学生因此想暂停绝食 但是不久 就传来国务院总理李鹏 要强硬对付动乱的电视发言 20万学生立刻宣布同时绝食 5月20日 北京政府宣布戒严 但是奉命前往 执行戒严令的外地军队 却被数以十万计的北京市民阻阻 未能入城 5月23日 戒严的第四日 反而激发起 有史以来 北京最多人自发性的一百万市民大游行 5月30日 学生在天安门广场 树起了自己制作的民主女神像 直迷不忍的中国政府 终于将事件推向悲剧 1989年6月4日 是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一日 在凌晨时分 中共军队强行闯入北京市区 沿途将挡住去路的北京市民 用枪射杀和用坦克闪毙 最后坦克洗入了天安门广场 学生被迫撤走 广场到处胆痕累累 连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满告胆恐 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数以千里的市民和学生 慘遭逃杀 昌盛行救护车的碑明星 铁夜响变了整条长安大街 六月四日清晨 军队已基本上控制了北京城 再没有示威 再没有游行 再没有绝食 有的只是坦克 军队和枪声 这一切一切 我们都能够从电视台的直播 和记者传回来的照片 看得清清楚楚 一场悲壮的学生运动 就在暴力镇压中落幕 事后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 竟然说六四镇压当日 只是死了二十三人 其后 又再改口说死了三百人 并再次清楚地 将这次事件 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中国政府在这次事件中 得到的教训 是要将所有反对的声音 在声声之火的阶段 就立刻撲灭 不要再让它有任何燎原的机会 民主运动 严重受挫 曾一度出现局部的言论自由 再度受到压抑 民主运动要转到地下发展 民运人士至今 仍花果飘零地流亡海外 有儿子被杀的母亲 组织了天安门母亲行动 为事件中 无辜被杀的人尋求公义 有时导称 答案 有时导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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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他所有的海外 可以给他 有时导称 在一起 有时导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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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导称 莲 好 嘩,好辣,好辣 好辣,好辣 好辣,水啊,水啊 好啊,吃了些什麼 一點點水啊,好啊 放出來 好辣,好辣,好辣 慢著,還有那麼多,你就不要了 什麼 你不能這樣掛水,你知道嗎 水對來說是很重要的,明白 好辣 平時有種的,有些魚啊 有個魚啊,現在有都沒有了 它適應多了水,水就沒有了 現在魚啊,很多減味 細發水味啊 我們買的魚人的,在省針魚人的 在天了我們也吹得不敢熟 就要毒啊 所以不敢弄啊,能吹的不敢弄啊 大家吹針,就這樣 很多人的泡水 所以,整天都放過很多 都來了 那種下邊的水呢 就發明磨辣的水就好 這樣就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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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